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我是唐丹 今天由我跟张强老师 一起为您讲解 2017年第五届大旗圣杯的精彩对局 对阵双方是由杭州相机特医大师 王天一 直红对阵北京的相机特医大师蒋川 这说这个王天一 说杭州的 对 这听起来有一点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王天一也是北京人 也是我们北京队 包括在北京齐院成长起来的选手 他今年是代表杭州队 对 今年开始注册到杭州队 去年开始就注册杭州了 所以说 现在的齐手也是自由行 没有进专业队的 相对来讲 可以有一些比较方便的自由转换 对 各个队之间的交流 红方先走冰淇淋 先指路 对 然后 王天一呢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表现的并不是那么突出 对 这是预赛的第三轮 双方相遇 所以说呢 这个 王天一呢 现在来看的 应该说水平的明显是最好的 对 状态也是保持的较好 但并不是说每个比赛呢 都是齐名掩亮的 那他后来 大家知道在这个碧桂园 发挥的比较深勇 对 包括后来的这个 2018年的国家杯 也是再次夺冠 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发挥的呢 就不是特别理想 对 越赛也是下的 不是特别理想 好 我们看看 王天一对蒋川的这盘精彩队局 他们两个呢 应该说也比较熟悉 最早都是队友 一起呢 在一起呢 每天训练啊 一起吃住 有那么三年之久 所以说呢 这个王天一呢 也是后来者居上吧 对 这个逐步呢 这个追了上来 蒋川呢 对于这个小老弟呢 还是采用了向他进舞 他最拿手的 这个补三项的 这种比较稳正的防御 对 足底炮三项 然后洪方马二进三 黑方足三进 黑方足三进 洪方局一平二 犯过三足 拱掉 这个局面啊 洪方一般呢 就是以往走 最多的都是马八进九 对 跳边马 因为这个地方 黑方这个足呢 你冲不下来 你冲下来 洪方八路炮一动呢 老有这些闪击 对 开局这个足的步骤 他炮八进二 这个旗就被抓死了 对 所以有的朋友问 说这个足为什么不敢冲 一冲他一掌 你再一走 洪方就有手段了 炮八平九 这些手段 就是说黑方这个足呢 就是不能轻易冲 所以马八进九呢 黑方也大多都走 居酒进一 对 居酒进一掌 来平衡这个攻守 这个旗呢 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战线 那这路变化 蒋川走得特别多 所以王天一 他拿了先手帮走得多 对 所以王天一觉得 这个旗跟蒋川下 也别在这战斗了 对 也很难占到便宜 所以王天一就选择一个 非边向 这个最飘逸的这个走法 是 应该说王天一的旗风啊 比起蒋川来讲 我觉得是更加飘逸一些 那蒋特大它是什么 蒋川的旗呢 扩重于哪方向 就说他呢 走得旗呢 更加扎实一些 好 蒋川呢 这个后半局的 这个缠斗的能力啊 和这个功夫啊 还是相当不错的 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那么你看王天一这个 前不久这个 在国家碑啊 对履亲的时候 那个狙炮族 居然让这个履亲的 单居摄像权呢 给逼合了 这个残局 那吕老师的这个残局功比 这个那肯定是 那个履亲老师 这个残局 肯定是很扎实的 就是说的 防御能力很强 但是作为这个 王天一来讲呢 这一点呢 确实有一点不应该 作为这个顶级高手啊 一个力胜的残局呢 可能他后来走得 也有些大意 对 所以就蒋川和王天一比呢 可能 我觉得呢 这个 蒋川走得也很积极 因为 蒋川原来也走过去 救金一 就是不走这三组 就是这个三兵不冲下来 直接救金一 那他既然敢冲下来呢 那他面对王天一的 这种挑战呢 也是完全接受了 对 这个族冲下来 这个族呢 就是一个很复杂 双方互有顾忌的 这么一个战斗的场景 那么蒋川呢 也是坦人接受 洪方接下来走 炮八戒二 这个呢都是普招 以往都走过 黑方 马二十进四 握马 这个地方呢 这个网上的旗普呢 我估计是登错了 他就登了一个马八进九 对 网络上显示 这时候走的是马八进九 这个呢我觉得肯定是不可能的 是 因为马八进九 唐南丁给大家介绍一下 洪方这个连续的动作吧 对 是知道您跟我们讲过吗 这个先跳马的话 这时候它有打僵的气 打僵如果你 十六进五的话 十四十六都差不多 对 十四十六都差不多 它只要有个打狙的气 你知道没有炮三平一 这个就要进七十十炮 对 百十炮 对 只能马二进一跳上来 对 它有一个炮五平一又打足 对 打狙就只有一个炮一平九 这样子有一些吃紫的 这个手段 对 主要就是尽管黑方 去一平四能出来 但是洪方将来有一个 抵炮的这个攻势 对 比如说洪方这个战术手段 还是挺厉害 对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黑方是先走了马二进四 对 所以就是他去炮八进二呢 是有这个 一直有炮一平九的这个手段 对 所以他实战呢 应该是先走了一个马二进四 对 这儿洪方炮打不出去了 对 就先补一招式 他不给他足三平四 然后黑方也是 这周再走马八进九 嗯 洪方这个时候居九平六 居九平六 这个棋呢 就是以往啊 有人下过 嗯 王天一好像跟赵欧荣 下过一盘棋 那盘棋呢 王天一还是取得了胜利 应该说王天一对这个棋的理解呢 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棋呢 之所以红的呢 也没有什么人去更多的去采用 也是风险呢 很大 对 因为毕竟黑方这个三路族啊 离你这个 帅府啊 太近了 所以说很多棋手呢 觉得这个棋啊 风险太高 对 也不好把握 是 所以这个棋就没有成为 很流行的 这种走法 也正是由于红方的危险呢 也是不小 但是王天一呢 他是比较 啊 打辣了 他是敢于呢 走这些啊 很风险的棋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走风险的棋呢 你也要同时面临着 这个考验 对 他这 这次 黑方这时候就直接就出局 那居酒平吧 对 先出局也是可以的 因为红方要马了一棋 黑方就马四尖二 对 他马二进三呢 他也能把振兴协调好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走了一个炮 八平四 对 他是先平了个炮 他是不是想着 我马六进七的话 你是不是有个马四进三 也是个先手 对 所以我索性先平一个便跑 嗯 平一个雷炮吧 就是 下一步我再考虑走马六进七 对 但是黑方也没有管你 黑方就直接这个局平二 嗯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也得把大子出来 对 那张老师这个棋 黑方的关键点在于什么 黑方好像 黑方这个棋呢 嗯 就是说他的两个弹子炮啊 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防御 弹子炮嘛 弘子炮很重 破掉它 对 嗯 再有一个呢 黑方呢 这个棋有一个三路足的补偿 对 将来呢能够对红方的 这个形成的后防呢 形成很大的干扰 对 所以说黑方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攻守将北 这样 先是防御 然后将来三路族 再发挥作用地进行骚扰 乃至进一步的反击 红方就是等于 在进攻当中 要很顾忌黑方反击的节奏 红方也是要慎重考虑 所以说这个棋双方都很难下 实战当中 红方就马六进棋往上跳 因为这个马 你除了马六进棋就兵武棋 但是兵武棋感觉 所以红方就直观地往上跳 也是可以的 黑方感觉这个马直接跳 容易被红方利用 黑方就走了一个炮 它平四 对 它直接平了个炮 对 黑方就是想一一代劳 我把自己的阵型防好 另外限制红方这马进六 这些马路 对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就炮武棋四 这时候将了一阵 对 这个终局的战斗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激烈 复杂 而且这个棋呢 还有一个词 除了激烈和复杂以外呢 就是很微妙 很微妙 就这个棋 黑方到底是十四进五好 还是十六进五好 对 它实战是补了一个花式像 对 到底哪个好啊 这个我感觉 当时看齐普觉得 这补花式像挺好的 因为我的大子都在我的左翼 左翼更 就是说我的左翼好像更安全一点 而且我补这个正式像的话 也这个炮四瓶三万亿以后有这些情 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补花式像还挺扎实的 可能呢这个黑方呢 还是顾虑到了这个视像的问题 所以它是选择了十六进五 对 就是这个蒙古的问题 但实际上呢 也是利弊参半 是 就这个花式像 就这个齐心来讲呢 黑方还是十四进五更稳妥 对 不这个是 因为你炮四瓶三我也不怕 我可以据二进三捉你嘛 对 将来我会电中鞠嘛 对 毕竟它这个弹子炮还是很扎实 对 这个齐就齐心而言 十四进五是 是最符合这个当前的需要的 对 但是蒋川呢 临场当中呢 他可能觉得这个闷弓啊 有危险 是 他就故意选择了十六进五 对 他补了一个 那么如果说 以胜负论英雄的话 对 那么十六进五就是绝对的好奇了 他正好就战胜了对手 对 但是说的如果就齐而论呢 也许十四进五呢 要比十六进五呢 更值得去解差 对 更金得起去解差 所以说这个齐到底是不哪个事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很微妙 那么走到这儿 这个王天一呢 可能这个临场啊 这个走的方向就有点问题了 这个地方红方呢 他就走了一个进炮 对 他走炮四进四 实际上这个齐啊 最符合当前 这个需要的 应该走炮四进四 再把这个炮绕回来 再调过来 这儿呢 黑方这个二路居呢 暂时不能够抬起来 等于这底线那个 又一个蒙公的一个 黑方如果平足淘海 红方可以加速度 赶快向前冲 然后再把中兵冲过去 这个齐呢 红方呢 感觉还是要先手一点 是 所以说这个临场当中啊 红方没有走出炮四平七 而是走着一个炮四平四 这个企业一下就偏离了 这个作战的方向 他可能 他想直接对黑方进行一个打击吗 对 但是呢 这个动作呢 就是走得有点偏 就是抓的这个点呢 让黑方呢顺势腾挪了 黑方狙二进三桌 正好进去一桌 一打边族 他对方足气 这打足呢 感觉也不好 退一步炮 他是为了这个中马呢 将来老有这个马七七五的这个脚 对 所以他不肯退两步炮 可能退两步炮更结实一点 对 他又退了一步炮 然后就马斯基尔跳上来 对 黑方马斯基尔一跳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又炮四平一 对炮四平一 就说这盘旗呢 王天一呢 走的是 有一些犹豫 因为他呢 他感觉可能 这个地方牵制很大 但黑方这个弹子炮很结实 他这样子 比如让黑方这个 这个鞠炮也是没根 然后黑方走鞠二平五 对 鞠二平五再一驻 对 红方如果兵五基尔呢 他怕将来马上进三一蹬啊 又随时蹬着他 所以他被迫呢 又走了一个炮五推移 是 这儿呢 就是等于红方呢 在进攻当中呢 这个进攻的线路呢 有一点偏差了 所以这个其实际上呢 战斗的格局呢 已经向着黑方有力的方向去发展了 那到底黑方怎么去反击呢 那么稍后呢 我们再向大家呢 继续做介绍 那这个棋呢 就是由于红方这个选点啊 选的有一些偏差 黑方呢 这个棋呢 反而取得了不错的形式 那么黑方从现在开始就 开始反击 他先走炮八进四 炮八进四 对 他瞄着这个中兵呢 准备打掉 这个地方呢 就是红方呢 这个林场啊 还是有点不肯呢 干于这个平静 对 就说的 如果走求稳的话 这个棋红方呢 还是可以的 就说尽管局面没有优势了 但是还能够保持这个大局的 整体的平衡 就是红方应该 这个棋应该走什么呢 应该走炮鱼进一 送炮 直接一个交换 你打江反而不好 我马上就蹬出去了 那你妈 我觉得棋还蹬着足了 对 那黑方只能接受了 红方再把这个吃掉 这个棋啊 黑方那个局退回去了 当然说黑方肯定是满意了 对 他可以具有平方对个局啊 或者足三棋 足棋行一都可以 足棋行一都可以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说整体上来看呢 黑方是满意了 但是红方呢 基本上能保证这个局面啊 这个平衡点啊 不丢 对 因为他将来还有机会 再走炮鱼进一把这个兵呢 打住 那么王天一的风格呢 他又是愿意去积极进攻 他也是想保持这局面复杂 对 但是他的这个棋呢 就是说 一旦走得很凶呢 这个棋就后来呢 就没有机会呢 再收回来了 对 也控制不住这局面 对 黑方足棋行一再走炮一击 你就动作慢了 因为你这个转化呢 肯定是对黑方更有利 因为黑方这棋足很大 把这个三楼马又克制住了 那么王天一就 没想去讲话 他又炮五平七 来打这个足 黑方本来也有炮四平三的选择 他走了居五平三 对 他平居 他这么牵制住 对 蒋川这个走法呢 也是比较实惠的 对 因为这个地方 他盯着马上进四 红方马拉七进五 往上跳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呢 不时灵活的炮八进一 对 进了一部炮 来去打向 打向呢 这对红方这个空间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压缩 对 等于说他这个三路足 就现在慢慢地用上 对 红方只能回向 那么这个地方 黑方呢 也有马上进一的选择 对 马上进一 对 马上进一也很厉害 如果你对居 他接受对了 再马一进二 定住一个卧槽马 对 这马上进一呢 也是很不错的 对 但是蒋川呢 走得比较实惠 他直接下足 对 他可能想将来这个 还有壮底巷这些威胁 对 还有平足这些 现在就有一个壮底巷的 一个威胁 壮底巷和平足都很厉害 对 那么红方必须要 先把这个居呢 腾挪开 他是走的居 六进五 他没有 他先视五进四 他先视五进四 对 他怕他壮相和平足嘛 对 他没办法 他先视五进四 黑方呢 这个打势倒没有什么用 所以 打势这巨炮 这个现在得牵制住 黑方呢 这个从大局出发呀 我觉得这招 马九退七走得很好 他是走的马九退七 对 就是从根本上 破掉了 红方这炮一击 和炮一圈这些机会了 对 另外黑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炮 直接顶到红方那嗓子眼 就直接炮四星 炮一卡 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 这两刀其实都很厉害 这个马呢 显得更含蓄 您说这个退马比较好 退马呢 很含蓄 另外也可以直接来一个直观的 炮四六 就把它噎住 对 按您说的直接点炮 这个锯出不去了 所以也很痛苦 对 等于说就是按您说的这个布局 红方一定要注意 黑方这个三族 对 在黑方这三族中成功运用上 对 这个噎炮也很厉害 对 他马九退七 对 也是这个比较稳健 对 先把自己的隐患给消除掉 红方是先补了一招是吧 对 红方是先居六进 居六进六 他 居六进六 居六进五 黑方 居八进三 居八进三 他也是怕他点炮 红方之势 红方这个旗呢 就是这个足子不好处理了 对 他老怕落势 他足三进一 他也就赶紧先补一手吧 他也是 黑方这个数手 阵形先稳固 黑方走炮 八瓶九 八瓶九 黑方这个平炮呢 就说 他是想 这个 通过这个队子啊 对红方这个右翼呢 形成一个空门的打击 对 也是比较简单 是 这个地方 红方呢 就是 走得不够顽强 使自己的局势啊 急转而下 但是这个 红方可能最顽强的 就是应该走 居二进四 就这个棋 比他实战的走法呢 还是要好一些 是 就是如果你对居 我都打过来 你再平居 我什么 兵三进一啊 这个棋 他还有周旋的机会 对 就是说 红方最完全 也走居二进四 结果他走居二平一了 这个棋呢 这个局面就是 应该说 越来越被动啊 黑方居八进四 进居住嘛 强行 这个地方 马要是退的话 可能退这要好一点 他实战退二 他马退那 可能也怕他这个 打势 对打势 还是挺厉害 那么黑方呢 走到这呢 他就考虑到 好了 准备气炮 先打这个势了 他这个招法 走得也非常凶狠 对 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黑方呢 之所以走得凶狠 他赶这么走 最主要这个位置都到了 对 三路族过来了 两个活居 所以说呢 也是可以的 红方走十五金寺 对 只能吃掉 他这个时候走了一个 居三瓶八 对 他这个走平居 再过来捉 他是想把这个子 得回来 应该说也可以吧 对 比较稳妥 黑方还有一个 马尔金一也很厉害 就是再积 但这个琴呢 就是说有点飘忽不定 是 红方居六瓶八 顶住 然后他泡十四 这个金泡是什么意思呢 就准备吃你这个泡 对 你泡要躲 我平足是鲜手 你要是飞向宝 我就吃是 又是鲜手 这子都太零碎了 对 你退居不好 然后我将来这个局退一步 退居 我再吃你的中兵 或者说 你走这个吧 走这个 我局再退一步 对 这个其实 黑方呢 就说到七个子 这个竹子也很厉害 吃两个氏 有一个三足 杀中兵啊 这个吃马呀 这个棋 红方也很危险 应该说 黑方这种走法 要比他的十人造法 更加的凶狠 更加凶狠 他实战走了一个 这个居三平八 也是想要就是 比较简单 他的意思就是想 把这个子呢 他想我已经吃了你一个这个氏了 对 这个得回来 当时我还想 这个马尔基斯 能不能赶不赶跳 红方啊 这个棋啊 可能 唯一的走法 就是走 抛击尽刺 就是也 不管 直接就净讨 你刹两江 我就把你吃掉呗 你足的往里靠 我再出这边来吧 就是这个棋也没办法了 红方就只能去 这么 去应付了 对 他实战当中呢 走的是 他总是一个 十四退伍 对 让人家居一砍 他也不敢马尔基斯 马尔基斯他居八平六 又吃事 对 蒋川呢 这就是棋子呢 走得还是不错的 对 然后红方 落实 好 黑方又把G退回来了 对 他走着G八退一 G八退一 对 他是想着 足三不四 靠进来 这个棋 反正还是黑方优势 对 已经走到这儿 这个中局 就白石一个势 对 应该说 黑方的优势 还是很大的 对 然后他又 红方又十四进 有鼓力 他也没办法 他先见一招 拆一招吧 对 然后黑方G八平六 G八平六 就是他也走了一个马尾队七 他想赶紧把这个 兵打多 对 全部给赶走 黑方 炮子平三 炮子平三 这个红方稍微缓了一点 这个地方 他可能只能走G六平八了 对 他可能平时捉好一点 捉一下 然后看你这个炮子 怎么动 如果你打马 我就先把兵给你打掉 对 你G六圈 我得把你马吃掉 当然你也可以把我住兵吃掉 还是黑方多势占优 对 但是这个棋呢 比实战的走法呢 要显得顽强一些 就是红方的周旋的余地呢 要大一些 他也就是想赶紧过炮调过来 他想是不是能在这边做文章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可能王天一呢 时间也紧张了 对 他也失去了这个防守的耐心 是 可能走G六平八是唯一的选择 那接下来黑方就是很顺利成章 马二进三跳上了 对 这儿黑方就比较优势了 对 黑方逐步呢 这个进入了好的格调 红方这儿也得把七进八跳 然后黑方是炮三平二 对 黑方呢 对红方呢 保证足够的牵制 对 也是你这马八进九的 对 招法也是没有了 对 红方不好走了 对 他这时候下午进七 因为这个棋红方 也是见招拆招的 他找不到这个合适的招法了 他就是 走一招算一招吧 然后他对方退居 捉他 退居捉 然后他是 然后他是姜丽君 姜丽君 人家飞边相 对 飞边相 他抛一招二 抛一招二 抛一招二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卖一个相 你吃了我相 我抛一瓶七 对 然后我拘对瓶七 对 给我偷招 看看还有没有一些偷招 当然黑方不给他 你吃相我一打 你要捉我炮 我强行打你试什么 对啊 万一你落了 我有一个抛七瓶五 姜把马吃掉 对对 有一些偷吸的手段 那么黑方 蒋川还是比较老练的 对 心没眼亮 他退过来 那红方只能退炮 退炮 黑方拘六平二 一捉 这儿红方呢 确实这个不好走了 他马上就拘回来 他再拘二平八捉 对 这样以后 炮一瓶七 就僵了 对 这个棋 黑方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步入盛世了 对 我们看一下最后怎么入局 对 我望这时候 也是最后顽强的走法 炮一瓶五 然后他 就是这个棋呢 我们给大家说 他如果先回马 黑方就平均捉 第一个这个炮要捉死 对 第二个这个是僵 对 这个僵也很难守 将来底下再僵 打试 然后打一个试 你落试的话 这个将来居一将 这个吃相反正都丢了 对 这个棋 就是说他也不好守了 那么这个棋 没有办法呢 红方就 他走了一个炮一瓶五 嗯 黑方 黑方也很简单 他就直接炮二键吃嘛 他居吃的话呢 他可能怕他居六瓶四吧 嗯 对 或者 对 或者他降五瓶四先出来 对 他降五瓶四 万一有一些偷袭的手段 对 你上马他捉 你还 不降五瓶四 他可能会马迹进流了 对 你居六瓶四 他才丢二键 他就 他可能会炮二推三打你 对 他有这些手段 对 所以说呢 这个 红方呢 是希望他用居吃 但是蒋川呢 就偏偏呢 不吃大子 对 从这个全局着眼 应该说是走得比较明智 就是 争取制造公事 而不是去吃子 对 红方只能居吃 这个居吃嘛 然后他先炮 沉一浆 对 底下有浆 他也不敢落势 落势正好有个 居二平八 这是沙旗 对 又把炮捉死了 居点将 炮出一 红方先 飞边向 飞边向 他炮二平一 对 这个地方呢 黑方先平居的也可以 对 也是胜定了 但是他先平炮呢 他走得更那个直观一点 因为这个旗要进居浆 要抽居 对 红方这个地方呢 也没法知识 知识 黑方族三平四 对 继续靠近了 对 这个就 绝杀 这好一江 一江他也出将 出将又吃居又杀 这个居炮族啊 他进攻的线路是很丰富的 对 那红方 只能直接出将 他先出帅 嗯 他再一江 聚一江 红方 进帅 对 也只能进帅 黑方这个旗走哪都赢了 他最后一招是居六平八 对 他 他这个走得比较稳健 对 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主动认负了 因为这个旗一个是炮被捉死了 对 另外黑方这个攻势呢 也是非常的强大 嗯 黑方这个 当时我还想着这个平居占类 或者是先降五平四出来 出来吃了以后占类 但是黑方还是毕竟多个子 没办法就作为一个牵制 嗯 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了 对 这个巨炮族太近了 黑方怎么下都是盛事了 这可以把炮也吃掉 白吃了 对 总之呢 就是走到这的时候呢 红方呢 看这个旗啊 已经无法挽回这个败局了 对 索性认负了 是 那么这盘旗呢 最主要是开局啊 异常的激烈 对 然后红方呢 在方向的处理上呢 有一点偏 他就这个炮军四走得不好 那么后来呢 又没有走炮一级一去 及时对子 对 如果走出炮一级一呢 红方还有这个防守的 很多的机会 对 那么后来呢 蒋川呢 应该说抓住对方的 这个弱点呢 这个三路族啊 悄悄的这个推进了 他也在防守反击 对 然后这个三族呢 最终是建立了这个起攻 那么其中呢 黑方那个 尤其他这个炮九屏 这个打势啊 太精彩了 这个走法 这个 对 总之呢 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较量呢 应该说还是很精彩的 对 那么最终呢 这个蒋川呢 取得了胜利 本次比赛呢 最终呢 也是红志呢 取得了这个冠军 对 蒋川最后是进入了四强 对 进入四强 应该说的 这个表现的呢 还算马马虎虎吧 那好 那今天呢 有关这个大青春战的 这个精彩对局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关注朋友们再见 再见